嘿 你大家好 我是爱看片的老刘 今天推荐一部经典的动作喜剧影片 功夫 在混乱时代大多数少年都有一个功夫梦 幻想能除恶扬善成为英雄 1930年时代混乱局势动荡不安 中国南方一座城市被黑帮荼毒 鳄鱼帮赶到警局砸场子 原因竟然是他们赶抓鳄鱼帮老大的女人 然而当鳄鱼帮老大走出警局却发现 他们今天被斧头帮摆了一道 斧头帮老大绰号称哥 他们身穿黑衣腰别斧头帮重重夺 正是这部影片让斧头帮进入了观众的视野 在历史中的上海曾经确实出现过真实的斧头帮 他们成立于1921年 为首的老大叫王亚乔 他组织了一批安徽劳工加入其中 专门对付欺压工人的负伤 当年的安徽会馆就是斧头帮的总探 王亚乔当初号称远东第一杀手 民国第一杀手暗杀大王 因为控制着劳工总会 所以斧头帮成员最凶狠时 拥有10万人之多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基本当时的上海滩拉黄包车的 都算他的外卫成员 也如同电影里一般 他们个个腰别力腐 据说就是因为一次码头对付奸商时没有武器 连夜让附近打铁的给做出来了100多把斧头 一战成名 从此斧头成了吉祥物 组织也叫斧头帮 平时不仅带领劳工反抗奸商的压迫 还带领成员暗杀汉奸卖国贼 所以斧头帮当时也被叫做铁血出奸团 黄金戎杜月笙这些流氓大亨当初也要畏惧的三分 回到影片里 鳄鱼帮老大被斧头帮称歌生擒 为了活命 他想起两人还略有交情 你还记得吗 我还经吃过饭 可是依然被杀 当时唯一没有被斧头帮指染的只有猪龙城寨 这里是这座城市最穷的地方 没有油水可捞 反倒成了一片净土 整个小寨都是包租公包租婆的房子 苦力墙在为龙太粮油出苦力为生 有点娘的圣哥是猪龙寨的裁缝 五哥手握两米长的擀面杖 在这里开了一家面馆 小寨第一美人阿珍最喜欢圣哥做的高开刹裙子 每次遇到他包租公都得占点便宜 降豹号称猪龙寨最帅的美男子 裤子永远卡在屁股的三分之一处 千奇百怪的族客他们经常拖欠房租 所以包租婆就规定了 135停水 246间斜性供水 但凡不同意者 降豹就是他们的下场 星仔作为街边不入流的八线流氓 大鳄不敢做 只能欺负一下球场上的小朋友 这天带着小弟肥仔 他就来到了猪龙寨 打算借着让降豹理发的机会敲诈一笔 肥仔露出了斧头帮标志 降豹根本不怕 无计可吃的星仔打算拉响传云剑 吓唬一下包租婆 结果歪打正着的 炸了途经此地的斧头帮二当家 毁了斧头帮形象 势必是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星仔趁机甩锅 嫁祸给了猪龙寨村民实行报复 斧头帮二当家气势汹汹 掏出了斧头又砍了降炮 结果却是二当家的瞬间被打飞 由于速度太快 肉眼根本捕捉不到是谁出手 这就引发斧头帮集体出动到猪龙寨报复 趁哥学习这里 要找出是谁打伤了他的二当家的 眼看着一对母女要被撑戈火花时 苦力强走出来顶罪说 是我做的 原来这是一位隐士高手 想要承恶扬善 小小猪龙寨没想到 竟然是卧虎藏龙 裁缝竟然是铁线拳的传人 此招又叫红拳 铁线拳乃是红拳体系 曾是广东石虎之手 铁桥三的绝技 后来经过铁桥三大弟子 又传给了黄飞红 看来圣哥的背景也是大有来历 另一位面馆的师傅 也抽出他的两米长赶面杖 大棍耍得虎虎生风 此人用的正是五郎八卦棍法 相传棍法由太极升两一 两一升四项 四项升八卦 演变为六十四点棍法 符合内外八卦八八六十四之数 估名五郎八卦 说起此棍 当初黄飞红也是从其父黄旗英那儿学过 后来就传给了高徒林世荣 发扬光大 不过相传 起初这套棍法是由杨五郎所创 斧头帮一群乌合之重 那是这帮高人的对手 况且苦力强所用的腿法 还是正宗的少林十二路弹腿 所谓南拳北腿 前者所说的就是红拳了 北腿自然就是弹腿 经此三位高人一战 斧头帮元气受损 趁哥抓了兴仔和胖仔打算发现 没想到兴仔的开索绝活 为他保住一命 还毛翠自剑 想入斧头帮来吃香的喝辣的 趁哥随口一说 入斧头帮你就得杀人呀 兴仔此后蹲在马路上 整日物色目标 只要杀了人 和女人就大把大把的游 因为这件事还想起了 小时候他学过一门绝技 如来神掌 年幼有个功夫梦 想维护世界的和平 正巧就遇到一位老者说 他根古七家是个恋物奇才 只要打通了任督二脉 就能飞龙在天 所以他花光积蓄 买了这本如来神掌来修炼 那些积蓄可是他读书 为了将来做医生或者律师的 结果学完了绝技 正巧就碰到了流氓 在抢哑巴女孩的糖果 他第一次用手如来神掌之后 发现被骗了 受到了羞辱梅的尊严 此后发誓长大 我要做个坏人 说到这就发现 一个卖血糕的小女孩 二人抢血糕 上车就跑 还耻笑女孩 你能奈我何 第二天星仔就来到了 猪龙寨打算做掉包租婆 昨天因为三位高手 泄露了神分和斧头帮结仇 所以正被包租婆训话 又赶出猪龙寨 包租婆这时一声吼叫 震碎了玻璃 可见也是一位高手 星仔和胖仔一研究 只好用暗器杀人了 可是穷人百事碎 暗器打到墙上 又弹毁了身上 还掀翻毒蛇龙 身中剧毒 闹出如此动静 包租婆被演过来了 我们也就看到了 经典的一幕 逃走之后 星仔躲见了 十字路口的铁灯香肿 暗器所上加上剧毒攻心 星仔他竟然没死 发作时 铁箱周围被他 打出了一排排的掌印 剧毒和重伤竟然一夜恢复 据胖仔说 他每次受伤都能不治自愈 哥俩聊天时 碰巧看到两个背着琴的瞎子 转身对瞎来到了 趁哥的斧头帮 二人正是被请来的 杀手排行榜上第二的组合 斧头帮的趁哥和他们 互相抬举着 就提到了第一杀手 终极杀人王 不过现在此人据说 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 所以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二位了 收人钱财 与人消灾 他们就找上 猪龙寨的三位高手 想取其性命 这一战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无论是十二路弹腿的苦力强 还是精通铁线拳的圣格 或是三人中最擅长 五郎八卦棍的面点师 全都一一败退或者被杀 充满杀意的曲子 一段是十面埋伏 后面一段据说是争锋 由于对下的杀犬过于扰民要命 一下逼得包祖婆又使出了施火功 可他们夫妇出手一晚 三人小命不保 猪龙寨尽是退隐江湖的决定高手 如果不是这次闹出人命 他们也绝不会露面出手 对下被包祖公的太极打的是战役全无 又被包祖婆的拿手绝学 施火功真的是武功全废 为三位高手发丧 这晚包祖婆就说出了他们的苦衷 当年就是为了追求武学极限 四处与人比武 结果看着儿子是活活被人打死 从此以后二人退隐了江湖 不再去争 镜头回到一事无成的星仔这里 车内又遇到骂过他的四眼仔了 本想这次羞辱他一番 结果在车内又被人家抱锤 碰巧又看到了街边卖血糕的小女孩 恶象胆边生 女孩正是他小时候救过的哑巴女孩 对方拿出了放了二十多年 还没有融化的糖果 星仔内心那点骨气尊严恶胆 悉数尽碎 转身掏出抢来的钱 让胖仔赶紧给我送回去 嘴上还骂着肥仔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这话看似是对肥仔所说 其实星仔是在骂自己 是一件斧头帮喊他入伙 趁哥出钱让他换了一身 行头进入了斧头帮 不过又让他去 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开个门 事成之后就是他飞光腾达的日子 趁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换班的空档 溜进去一路向右转 直到最后一个房间 他要放的人正是杀手排行榜 第一的火云鞋神 一身功夫了得已经难逢敌手 最后却选择到那里闭试休息 说起火云鞋神的功夫 强大到什么程度 他能一米之内徒手接住子弹 天下无功 无尖不破 唯快不破 趁哥请他出山 依旧是江湖上的恩怨 让他撒了包苏公夫妇二人 凡风苏子不认识 可火云鞋神知道 他们可是当年叱咤风云的 神雕侠侣杨过于小龙女 没想到一直追求武学极限的 火云鞋神是个奸诈之辈 输给二人之后 假意战败 却用暗器偷袭 三人陷入僵持 趁哥还来星仔上去揍他 星仔知道自己被当枪用 也能分清这世间的善恶 他掉转了狼头 又一棒子敲在了火云鞋神的头上 结果火云鞋神被激怒 打出了怒气加持 星仔被他的拳头 把头都敲到了楼板的下面 就算是这样 他还没死 依然拿起破木棒 又敲在了火云鞋神的头上 这是在对命运的抗争 再一眨眼的功夫 星仔已经被神雕侠侣救手 怒气难平 斧头帮帮助成了发泄对象 被他一拳打的头 在身体上转了三十多圈而亡 反观星仔眼看着人是不行了 俩人赶紧问问 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啊 小伙子 其实呢 这是一个棒棒糖 也就是说呀 他的心愿是那个卖血糕的小女孩 接下来奇迹发生了 星仔并没有死 火云鞋神对他造成的伤害 虽然是全身骨骼筋脉进断 可是却巧合之下 打通了他的人独二脉 也就是说星仔是名副其实的武学器材 外面的一只蝴蝶破剑而出 星仔也如他一样获得了重生 火云鞋神上门那一刻 星仔交代 你们好好休息 他是我的了 就在星仔蜕变成爵士高手 师长武功时 神雕侠侣夫妻趴在窗台上说 如果我们的儿子没死 也应该这么大了 好好培养不是医生也是律师的料子 这里承接前文星仔提到的 当年如果不是他花光了积蓄满神功 那也是他父母让他学习 未来考律师和医生的学费 难道说星仔就是他们夫妻的孩子吗 外面的决斗这时已经进入了尾声 火云鞋神用了他的绝学蛤蟆拱 一飞冲天星仔被撞到了云霄 突然灵台乍现一尊佛凭空出现 他果然是武学奇才 刹那间的灵光一闪 他领悟了绝世武功 如来神长 这还真说不好 当初那老头是真高手 还是忽悠他的骗子呢 落地的瞬间凭空一掌飞来 火云鞋神大败 就连暗器都被识破 星仔摘掉毒针之后 金花瓣飘落 化作片片花叶 最后落在了哑巴女孩的身边 星仔并没有杀死火云鞋神 正如神雕侠侣所说 江湖恩怨 冤冤相报何时了 很久以后 街角的一家糖果店 吸引了哑巴女孩 他看到这里都是他小时候最爱的糖果 走近时发现 这却是星仔和肥仔开的店 而星仔好像一直在等待着女孩 镜头渐渐地转动 他们又回到了儿童时代 街边墙角的位置 降暴正在撩妹 曾经打他的四眼仔 也抱着女友在逛街 所谓的神雕侠侠侣 也如常人一样游荡在街边 还有本来已经死去的圣格 阿珍玩着他 刚好从这里经过 马路指挥交通的 仿佛是火云鞋神 这一切最后在告诉我们 原来绝顶高手和厮杀的江湖 不过是小男孩的一个功夫梦 他在糖果店打工 和女孩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也说明了 当初女孩的糖果 就是小星仔所给 最后镜头中 又出现了那个卖武功的老人 他的出现更能说明 这一切都是梦而已 如果星仔经历的是真实的世界 那么为何他已经长大 而这位老者依然还是这个年纪 如往常一样 他就是街边骗取小孩钱财的家伙 随手一掏 就是一打子武林绝学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我是老刘 记得关注一下 下期再来哦 拜拜